欢迎您的收看 对面也出来除雪了 昨天晚上就下了一场大雪 早上起来 我九点多起来 已经是这么厚 这么厚的一个雪 刚跟我老公 我只产大概一二十公分 这其他的 其他的都是我老公产的 因为照规定 就是要产雪 不能不产雪 那产雪车也没办法 没那么早来 大马路都来不及铲雪 可见这雪下的有多大 道路两旁的车都被掩埋了 这人行道根本是举步维艰啊 到处堆满了雪 根本就来不及铲雪 你看马路上 马路上也来不及铲 还有公车 有人在等公车 公车也要慢慢走 小狗也不甘寂寞 哈哈 公车上 其实人也还不少 有五六个人 小孩子 小孩子出来了 早上鞋太大了 你看 走路都很困难 车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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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车子也没办法出去 小孩子就趁机会出来玩雪 大雪天的还是有人出去踩满 好像雪又下大啦 这小孩要玩雪了 哈哈哈哈 这雪这样子飞 冬到脸上也是还蛮冰的 这孩子 这边有风吹应该是还好 啊还有小孩子去公园玩 去看看 搞不好公园里有很多 因为今天1月17号 因为雪太大了 原本要开雪 结果又停课了 又去公园玩雪啦 没有看过有那么大的雪 过去多人多这边1月份 1、2月份平均温度大概在-5度 但是今年已经平均温度大概在-8度 礼拜四温度又会下降到-21度左右 你看这个因为巷子里面 所以左道都没有残雪 只有这个路才有残雪 所以也只能走 大家都是走马路边 没办法走人行道 这个早上应该有起来把雪残开一点 因为你没残开 因为脚又一动住 车子都没办法走了 因为被埋住了 这样看过去是不是还蛮漂亮的 那你看这个后面的巷道 这车子怎么走啊 车子也没办法出来 看起来很像 看起来很像 哇 这到底是风吹的还是 一样雪下这么大 现在来到那个学校前面的公园 那父母亲就带一个小朋友出来玩 对呀你看公园里就好多父母亲都带小朋友出来了 但问题是要进去公园也是挺麻烦的 你看那个雪都已经在快到那个座椅的荡鞦圈上面了 好多父母带小孩子来玩雪 难得有这么大的雪 难得有这么大的雪 哈哈 天气也不会太暖 你看这么冷的天 公园里还那么多人 带小孩出来 出来玩雪 这时候的雪应该是最好玩的 没有人在雪坡上玩滑冰 没有人在雪坡上玩滑冰 这个 要玩一玩要回去了 要回家了 哇 这种天最开心的就是小朋友 可以到公园里来滑雪 嗯 这么厚厚的雪 我都没办法过去 这车子回到家 要进来 大概也蛮难的 那回家还要经过一个关卡 只有产这样 这样可以进来吗 真的是要技术 技术啊 他是要离开还是要回家 应该是 要出去 这可困难了欸 这一条街 上面都被 就街道上面都被 雪堆住了 车子要出来怎么出来 根本没办法出 这后院啊 你看我那个桌面上 这有多高 记录一下 快到deck了 今年的冬天 就是这样子啦 下雪 所有的叶子都几乎要掉光了 只有松树还是绿油油的 家家户户都要除雪 所以我刚播的直播 所以我刚播的直播 应该大家都有看到吧 大家都有看到吧 家的花盆都被盖住了 我看 车子都买起来了 这个要打开还是不容易的 哎呀 又开出来我看 要等一阵子来 多堆的都是雪 再怎么出来 哎 要死啊 全部都堆死了 啊 哎呀 刚刚牵了一下 哎 累死了 不是那么容易 啊 瞧瞧 这找不找 我们这花园的雪都已经放那么高了 没办法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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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